5月26日,重庆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里,突然传来阵阵清脆的鸟叫声。 当人们抬头望向公园的大树,却不见鸟儿的风影。 当人们仔细一看,却发现这些鸟叫声是从一位老人嘴里发出来的。 72岁的李志兴老人有一门绝活,那就是学鸟叫。 他每天都要去公园里模仿各种鸟儿的叫声。 李志兴曾经是一名公交车司机,退休后他不愿意靠大麻将度日,他坚持每天去公园锻炼身体。 有一次,他在公园里听到特别好听的鸟叫声,于是尝试着去模仿。 他把手指放进嘴里,利用手指和嘴唇形成的空腔,再吹出气流发声。 后来,李志兴觉得手指放进嘴里不哑观,他开始尝试另外一种方法。 通过几年的练习,他现在只需要微微张开嘴巴,便能发出各种鸟叫声。 为了让鸟叫声更加逼真,李志兴经常到大山深处去。 他会去寻找鸟儿,并模仿鸟儿的叫声。 学习的过程中,他发现羊雀、布谷鸟、点水雀等在城市很少见,只有在农村比较多。 因此,一有机会,他就会到农村去寻找这类鸟儿,然后模仿它们的叫声。 如今,李志兴可以轻松模仿布谷鸟、羊雀、点水雀、斑鸟、画梅等20多种鸟儿的叫声。 为了检验成果,他经常在大街上悄悄发出叫声,引得不少路人到处寻找鸟儿的身影。 比如说到公园里头,很多人听到,哎呀,那个鸟叫得好听,到处在树上找。 所以发现是我在吹的时候,都发出感叹的声音,直接觉得是一种成就感。 李志兴说,他在公园里模仿鸟叫,经常有人想要拜师学艺,每次他都会悉心地给大家讲解。 李志兴表示,模仿鸟叫为他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 得吻 倚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余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杉迦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诚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